大家好 我是小狠 出國旅行已經開放一陣子了 在IG上常常會滑到一堆網美出國旅行的照片 甚至感覺每個禮拜都去一個不同的國家 然後勒 在台灣的時候 不是吃大餐 就是背很多不同的名牌包在身上 大家看到這些的時候 不知道心裡會不會有一點怪怪的感覺 覺得 為什麼我的生活是這樣子 他的生活是這麼的光潛亮麗 其實這就是一個大家都會產生的嫉妒的感覺 對於這些生活很富裕的人來說 他們分享的也許就是他們的日常 但是對於我們這種大多數的普通人來說 這種行為就是叫做炫富 普通人看久了就會覺得 就是心裡怪怪的 覺得好像這種行為離我很遠 我好像永遠都過不上這樣子的生活 而歷史上曾經有一個因為過度奢華 16日 凡爾賽公正在舉行一場激進奢華的婚禮 14歲的澳大利女大公瑪麗安東尼 嫁給了16歲的法國王子路易奧古斯特 交接儀式中 瑪麗必須摘下她從奧地利穿來的飾品、衣服 任何一件有關家鄉的物品 她需要放下奧地利人的身份 以法國人的姿態 重新進入法國 她將從奧地利無憂慮的小公主 變為法國的王妃 1766年的時候 法國為了聯合奧地利千志剛崛起的普魯士 所以王族路易十六選擇奧地利的14歲公主 瑪麗安東尼作為她的王妃 就在這樣子的關鍵時刻 瑪麗安東尼她嫁進了法國 1774年的時候 路易十五因為天花暴斃 路易十六繼承王位 瑪麗安東尼就這樣子成為了法國王后 瑪麗安東尼可以說是當時歐洲大陸身份最顯赫的公主 她的媽媽是統治奧地利、匈牙利和波西米亞的女王 瑪麗亞太瑞莎 而她的爸爸是神聖羅馬皇帝法蘭茲一世 瑪麗是他們五個孩子中最小的女兒 她的個性相當活潑、乖巧 又長得可愛、漂亮 但是她就是不喜歡學習 所以其實她在嫁到法國的時候 她不會講法文 她只會講德文 造就了她在生活上 有很大的一些跟其他人溝通的困難 她對法國宮中的繁文入竭 都覺得很不耐煩 又沒興趣 為了排解在宮中苦悶的生活 瑪麗將她的生活重心都花在打扮 還有華麗的梳妝上 她每天都有參加不完的聚會 還有舞會 參加各式各樣的歌劇 有專門的造型師 會為她打理她每天的服裝 讓她每天都可以華麗出席各種活動 之前彭巴杜夫人開啟的洛可可風格 就是被瑪麗皇后發揮到了極致 娇嫩的色彩 無數的蕾絲 荷葉邊 緞帶 花草藤蔓 布滿全身 誇張的Poof髮型 這時期的裝扮 正好符合了當時社會奢華 以及愛玉交織的風氣 所以被受當時的皇室和貴族所推崇 瑪麗安東尼甚至花了大錢 建立了自己的別宮 小特里亞農宮 讓她跟她的貴族友人 都能扮成牧羊女 還有農夫 在她幻想中的法國嬉戏 華麗的打扮 還有鋪張的形式作風 當然也為瑪麗之後 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在當時法國的財政已經是入不敷出 但是瑪麗她依然只顧著自己貪歡享樂 不顧百姓無貧苦的生活 所以皇后奢侈浪費 不知人間疾苦的形象就深入迷信 又厭惡地稱她為赤字夫人 還有奧地利的女人 後來瑪麗安東尼 因為史上著名的項鍊事件 讓累積已久的民怨爆發 而後成為了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 但是那個事件 其實是有一個女騙子 她假冒瑪麗安東尼之名寫信給主教 要主教替瑪麗安東尼買下一個價值 連成的鑽石項鍊 原本就想討好瑪麗安東尼的主教信以為真 然後女騙子又安排了一個跟瑪麗安東尼長得很像的妓女 在花園裡面跟主教碰面 那主教相信瑪麗安東尼真的是 就是對她有意思 騙到珠寶之後 女騙子就把這個珠寶帶到倫敦去拆售了 但這個事情之所以會爆發 就是因為後來這個珠寶商 她寫信給瑪麗安東尼要這筆款項 因為她把項鍊賣出去之後沒收到錢 所以她就寫信說她要這筆錢 這時候瑪麗安東尼才發現 有人盜用她的名義買了這條項鍊 所以這件事情才整個浮上檯面被大家所發現 但是這個事件其實從頭到尾都跟瑪麗安東尼沒有關係 一場跟皇后無關的鑽石項鍊事件 皇后變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各種八卦和流言蜚語四起 雖然最後真相大白 但是當時的八卦小豹提供了一個比真相更吸引人的謊言 他們說皇后是這件事情的主導人 她聯合了女騙子要來產出她討厭很久的主角 生活於水深火熱中的法國民眾 早就對皇后失去信心了 所以他們寧願相信這起事件是皇后主導的 也不願意相信皇后是無辜的 因為皇后一直以來的浪費奢侈形象深入明星 所以說皇后處心機率想要騙著這條鑽石項鍊 民眾真的是也有可能會相信 但其實事實上 瑪麗皇后她對政治的敏感度很低 也不感興趣 貴族們對她的很多行為都深感不滿 只要逮到機會就會散布對她不利的謠言 使得她的形象越來越惡化 一開始瑪麗皇后並不在意 但是在經過這次鑽石項鍊事件之後 她才發現這件事情很嚴重 但是她發現的太晚也已經來不及了 其實瑪麗皇后她並非是導致法國皇室在台高主的主因 路易十四的浩大喜功 路易十五的連年征戰 還是導致龐大赤字的主因 路易十六她繼承的只不過是一個國庫空虛 名不聊生的國家 而瑪麗皇后她的支出根本就只是佔國家支出的 可以說是一點點而已 人們在當時只是需要一個泄憤的對象 而他們所知道常常有這種炫富行為的人 就是瑪麗安東尼了 隨著法國大革命不斷升溫 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東尼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 留在法國並不安全 於是他們在西元1791年的時候 其計劃企圖逃到奧地利 但是卻失敗被抓回巴黎 她跟路易十六先後被送上了短頭台 1793年1月的時候 瑪麗安東尼穿上最後一件定製的白色禮服 走上了短頭台 這位傳奇皇后最後被認為是紅顏禍水 不但私生活淫亂 而且鋪張浪費 甚至意圖控制國王而被處死 但瑪麗安東尼最大的過錯 無非是她的無知 對於法國寢視的不知情 低估了報章雜誌對她形象抹黑的影響力 還有她缺乏身為女王的自覺 她太晚才背負其身為女王 應該負的責任 傳奇作者斯維格 曾經用一句話總結了她的一生 她那時候還太年輕 不知道所有命運 匱贈的禮物都已暗中標了價格 所有的事情都必須付出代價 直至兩百多年後的今天 大多人一想到瑪麗皇后 依然會想到她奢侈浪費 導致亡國甚至像斷頭台的刻板印象 傳說中瑪麗她曾經對當時 極餓的法國民眾說 你們肚子餓沒有麵包吃 為什麼不去吃蛋糕呢 但是這句話其實根本就不是瑪麗皇后說的 這句話最早是在盧梭1765年的 忏悔錄書中出現過 而當時瑪麗根本才9歲 而且住在奧地利 根本不可能跟當時在法國的盧梭有所交集 其實現在要查證非常簡單 隨便一Google你就可以知道 這句話到底是不是瑪麗安東尼所說的 但是卻很少人怎麼做 為什麼 因為謠言永遠比實話更吸引人 而且傳播的更快 大家都憑印象就覺得 這句話就是瑪麗安東尼所說的 瑪麗安東尼在當時 確實有不恰當的奢侈炫富行為 但她也確實的被謠言跟假消息所迫害 你自己又是怎麼看待瑪麗安東尼這位皇后的呢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掰掰